大家好 刚吃个饭 吃完饭了 然后再跟你聊一聊 最近几天看的新闻 最近主要就是说 一个是伊朗 还有一个就是G20 在日本大阪 根据目前 所有掌握的新闻 刘鹤和姆努钦 也在通电话 很有可能大国之间的交易 已经完成 G20之前交易已经完成了 很多台湾人不知道 你喊自由民主 拿着小钱 喊自由民主 但是这个世界就像赌局一样 你手里筹码要大 要够多 你才能上得了这个桌面 这个G20就是一个桌面 上这个堵桌 你在台下边怎么喊 你最后只是个筹码 大国之间 是要交换利益的 那么现在看 有些小国很可能在G20 就被交换出去了 就这两天已经交易结束了 具体怎么交易 那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能知道 但是看这个情况 现在G20很可能 中国 美国 俄国 印度 伊朗 是不是 都有可能参与其中 有的被交换了 有的呢 得到利益了 支持某一方的行动了 我谈一下我的看法 伊朗很可能被交换出去了 伊朗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 观察的结果 美国之前之所以不打 是很多没有准备 还有没有准备 另外呢 这几个大国啊 是不是 美国没有摸清底 私底下是要拿 拿这些交易 跟伊 跟那个 这几个大国要 私底下交换的 他们表面上 不管美国怎么骂中国 伊和俄罗斯 怎么骂俄国和中国 真要打起来的时候 是要需要中国和俄国 要点头的 明白意思吧 需要普京和习近平点头 才能要真正开始干 不然他干的话 特别像伊朗啊 这么大一利益在这 他很可能啊 不敢轻易动手 那么现在看啊 俄国那边 还有北京那边 利益交换已经结束了 这两天 在所有媒体 没有重视的情况下 都在看都在讨论 是不是啊 川普打不打伊朗的时候 你台面下的很多动作 也完成了啊 很多东西已经交换完事了 那么在G20 大阪这个G20 川普和习近平 在贸易战上面 应该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机会 不会达成协议 但是在伊朗问题上 应该是点头了 可以了 嗯 还是我之前的一般论述啊 打伊朗呢 美国是必须要打的啊 必须要打 那么中国呢 是不是 在打伊朗上面 嘛 私底下可能是支持的 支持的 这是我的一个意志的观点 俄国和中国表面上是支持伊朗 但是呢 打伊朗对中俄都有利 不明白看我后面视频 看我前面视频啊 那么中国肯定已经同意了 同意美国出手了 那么美国现在心里有底了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和这些盟友啊 中东的探讨一下打伊朗 具体的一个计划 另外呢 打完以后怎么瓜分伊朗 瓜分伊朗 这个事情 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G20是很可能啊 决定未来啊 G20实际上是大家千字画押的一个地方啊 但是谈判已经在私底下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现在经今天开始已经结束了 因为再过两天G20就开始了 所以现在看来已经世界的大事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后面是不是该准备准备吧 大家啊 台湾呢 我还是说一下台湾啊 台湾呢 那些人很乐观啊 很乐观 但是我不乐观 我不乐观啊 我说了 解放台湾也没几年了啊 台湾是肯定要解放的 很多国民党啊 台湾的国民党啊 国民党都说什么呢 说不支持一国两制啊 他都不支持 国民党也不支持 嗯 但是你手里啊 你手里没有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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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支持 那么 是不是 我们呢 就不给你来一国两制了 你不支持我不给你来了 就一国一制 就over了 就结束了 嗯 因为跟那些没有筹码的 你跟他怎么谈啊 他也是在台下边叫 这个世界啊 你有筹码才能上桌 谈判 从一战 是不是 凡尔赛体系 二战 是不是 二战以后的雅尔塔体系 现在 重新G20瓜分世界 重新化分世界 都是 强国在这个什么 台面 小国家在台下 被瓜分的 大国只要 大国之间点头了 互相之间就可以弄了 你弄你的 我弄我的 明白吧 就是这样 嗯 台湾讲完了 后面再讲讲这个乌克兰啊 还有乌克兰 嗯 现在 嗯 那个 荷兰啊 荷兰加北约吧 起诉这个 嗯 马航M17的那个 三个那个什么 指挥官 俄国指挥官 嗯 乌克兰的局势啊 后续 嗯 不好说 要看这个 泽连斯基 要看他 首先都是说 有一个导火线 都是在伊朗这块 都是在伊朗 嗯 美国什么时候动手 啊 什么时候动伊朗啊 其他地方也会联动 必须要联动起来 现在看大事已定了啊 中国点头是一定的了 那么就看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下这个决心 我还是那句话啊 美国是 是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打的啊 因为川普啊 他不是这个圈里的 所以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下不了决心 耽误了很多事 那么这次呢 他商人嘛 总是要一些 是不是啊 我反正也是打 我要一些好处 然后我再打 那么很可能G20的时候呢 俄国中国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 希望打伊朗的 会跟美国提一些 提一些要求 会满足他 嗯 但是贸易战肯定还会继续啊 贸易战 这已经不是贸易战了 是两个国家之间打 竞争了 所以啊 在贸易战以外 会跟美国啊 释放一些利好的啊 嗯 利好的一些信息 这是G20啊 到时候中美双方啊 会有一些协议打场 但是贸易战还会继续啊 还说这情况 那么美国拿到一些好处以后呢 这样的特朗普就会什么 就会真真正正的把手放开了 把手放开了 那么很可能G20以后的某一天 啊 突袭伊朗 嗯 俄国还是我 俄国会解决乌克兰问题 啊 不会给北约太多的机会 让北约一直压着俄国 嗯 乌克兰后续啊 未来十年之内 必然解体 乌克兰 台海啊 台海也是在 习近平任期内 必然解放 这是未来一个大趋势 西太平洋 啊 欧洲东部 欧洲东部这块 都必须要地缘政治板块 重新调整 重新划分 那么中东这块啊 中东这块啊 中东这块就是打大仗了 大仗 世界最重要的战场在中东 嗯 很简单啊 美国之前啊 就是说 我说了美国是要把穆斯林 是吧 穆斯林放出来 像一把火一样燃烧整个欧亚大陆 他不需要欧亚大陆联合 把穆斯林放出来 那么现在中俄啊 中俄的很多计划都是什么呢 既然你美国是不是 老是这么在中东这块聊火 放以色列 不断不断挑动中东 让中东不能和平 阻挡欧亚大陆联合 那么中俄的计划很可能就是说 你老子是放小火 那我干脆一把火放大 把这把火把整个中东燃烧起来 整个中东烧起来 就是什么呢 大乱嘛 大乱以后就是大制 大制以后就是统一的一个中东 这样的话各方势力在这里 可能要打个十几年 有可能打十几年 不会那么轻易结束 但是大乱以后就是大制了 这是对欧亚联合是有利的 有利的 中东未来会有一场巨大的战争 有一场巨大的战争 还是我的意思 有一场巨大的战争 中俄都已经看清楚了 这是中俄 是吧 私底下战略已经实际上 同意美国 在中东搞一场 搞一场战争 但中俄是希望把这场战争烧得更大 后续以色列 以色列 能不能在这场中东这么大的一个战争上存活前来 有没有优势 就算他胜也是个惨胜 所以 中东这块是一场大戏 是一场好戏 以色列刚复国没多久 这一次 反正面临的伊朗 我说了伊朗的志愿军在叙利亚有二十多万 跟以色列是不是会不会打起来 这都是后话 很有意思 我现在越看这个中东啊 是不是 哎呀就是2011年开始 现在已经八年了 这只是一个准备啊 伊朗这块打起来以后 未来就不是八年了 有可能是18年啊 28年 中东就不可能是消停了 最后中东这些所有乱局啊 所有大乱以后 会形成一股什么 形成一股统一的势力 到底是由谁来统一中东 沙特王氏这个家族啊 这个政权是不是 会不会被推翻 另外这个虚拟实业到底谁能赢 都有这场大战决定 美国他的战略啊 是小党啊 是不停的骚扰 但是中俄战略是把中东整个燃烧起来 不留场地 让你整个燃烧起来 重建 重建这个中 甚至重建整个体系 很有意思 所以G20 下个这个周末吧 G20 大家签约以后 可以看到很多信息啊 我到时候再给大家说 这周啊 今天以后 世界大事已经定了 已经定了 哎呀 为中东人民祈祷吧 现在去中东那些人啊 尽量可以考虑考虑了 考虑考虑了 哎呀 不得已 世界还是要打 必须打 怎么办呢 世界是由这些大的强权国家来定 不是有小国家 你想和平 你想我爱 我用爱发电 你就要用爱发电了 不是由你们决定 很残酷很残酷啊 咱们继续看 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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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